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赛程将迎来最为精彩的18禁酒导师混战赛 虽然节目还未正式播出 不过目前已经全部录制完毕 接下来就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赛况吧 本篇文章主要透露的是 李建战队的马迪纳都曼和李荣耀战队斑马斯林的PK 首先马迪纳都曼VS斑马斯林 最终结果是斑马斯林胜出 晋结全国9强 而马迪纳都曼则正式淘汰 对于斑马斯林击败马迪纳都曼这个结果 我们完全不意外 原因是马迪纳都曼明显是李建战队最弱的存在 而斑马森林则是李荣耀战队最强的存在 被淘汰的马迪纳都曼来自于新疆塔城 今年20岁 盲选之后凭借着一手不亏不欠 获得了谢霆锋和李建的转身 最终马迪纳都曼选择了加入到李建战队 加入李建战队进入导师对决赛之后 马迪纳都曼却接连战败 第一场导师对决赛 马迪纳都曼输给了李宇春战队的造子化 成为了战队内的唯一败者 第二场谢霆锋战队和李建战队争夺最强战队的时候 马迪纳都曼又败给了贾一藤 自此呢 马迪纳都曼成为了李建战队内唯一一个盲选结束之后 没有赢过对手的学员 因此马迪纳也被很多观众认为是李建战队的最弱选手 如今18禁9 马迪纳都曼终于淘汰了 也算是善始善终了 今年才20岁的马迪纳 年龄还很小 相信经过未来的沉淀和坚持 终有一天 马迪纳会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晋级了全国9强的巴马森林 毫无疑问 巴马森林是李永浩战队的最强 虽然盲选的时候 巴马森林仅获得了李宇春一人的转身 并且在奖位赛的时候败给了尖江汤 但加入到李永浩战队之后 巴马森林的进步还是很明显的 进入岛师对决赛之后 巴马森林成为了李永浩战队的顶梁柱 两轮出战一胜一负 虽然战绩普通 但相比于李永浩战队的其他选手 巴马森林依旧是队内最强 老师对决赛结束之后 再次经历沉淀的巴马森林 显然已经成为了一支成熟的乐队 因此战胜马迪纳都曼 晋级9强也就不意外了 不过即使巴马森林晋级了9强 依照晚季冠军没有败界的规律来看 巴马森林大概率是无缘冠军的 不过目前巴马森林在好声音舞台上 收获的已经足够多了 作为一支极其青涩的乐队 巴马森林现如今已经有了巨大名气 在后只需要认真地沉淀 做好音乐越走越好 是不成问题的 而关于巴马森林在本季好声音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 那就是和李永浩的微妙关系 众所周知啊 盲选巴马森林出场的时候 李永浩就已经选满了 五人不再转身 但由于巴马森林其中一个乐手 和李永浩认识 于是李永浩为巴马森林破了力 甚至不惜舍弃赵子花 也要将巴马森林留在战队 因此对于巴马森林 在盲选时候的晋级 很多观众纷纷质疑其关系户 其实爆开关系户一谈吧 巴马森林乐队的实力是不用质疑的 虽然乐队整体来说是过于青涩 但是盲选的时候 演唱了三首原唱歌曲 已经将其才华得到了证明了 导师对决赛演唱的 《一路向北和星空》 又将主唱的唱功得到了证明 所以巴马森林走到现如今的赛段 凭借的依旧是自己的真实实力 我们理应抛弃偏见 去理性看到问题 最后让我们祝福 遗憾淘汰的巴迪娜杜曼 也祝贺正式晋级全国九强的巴马森林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